- 歡迎收看SBD舉重獎堂 Yes 太棒了 舉重精靈 我們從東京奧運第四名回來 超棒的辛苦了 那接下來是不是要挑戰杭州亞裔 怎麼安排你們的訓練跟比賽呢 在訓練上其實這時剛好是冬季訓練 會增加比較多的力量訓練 但是力量是他最缺乏的東西 就必須要逼著他上架 那接下來2022年馬上要來比賽的 是國內的幾個賽事 然後前進到9月份的亞裔 然後明年還會有世界盃 所以也是很精彩很辛苦的2022女 歡迎加油 好 我會加油 最起碼要先通過前面的兩關 3月4種決選 但是5月就是一個Final 剛好一個大運會的時候 還有最後一次機會 接下來我們要講舉重的輔助訓練 前幾集 我很榮幸兩位幫我們示範了抓局跟頂局 然後後來我不是有蓋了一個office gym 我有買那個舉重墊喔 也有叫了舉重鋼片 但是我都還沒練習 我們今天要來請教兩個舉重的輔助訓練 老師我們要先從哪一個開始 啟動會從地上做了一個硬舉 要訓練的是前半段啟動的這個硬舉 對 然後硬舉完之後 我們第二個輔助訓練就是C位抓 C位抓 因為我們建立啊 也會有那種相撲硬舉 像今天我們穿的這種舉重鞋 墊高了一點點 跟一般建立會穿的完全平底的功夫鞋 其實 其實功夫鞋的話 它比較接近地面 以及骨盆這個位置 接近地面的話 手在拉 用力比較好用力 傳統硬舉的話 它用的核心跟骨勢頭 還有腳尖的力量比較多 因為那個重心不一樣對不對 它的重心會比較偏前面一點點 因為它站的比較窄 所以人體造成比較傾斜 但是我如果站的比較開的話 我人體背部可以背的比較住 所以它就不會站那麼多腳尖 越貼緊地面就會越好 但是站到傳統的話 它的曲線S型走的比較大 建立的話 它S型曲線只有放 所以它走的不大 一放窄了以後 它S型走的比較大 所以它會比較吃核心跟腳尖 濕蓋這個位置比較多 文藝老師是少數國內建立舉重雙七的選手 那建立的像撲拉 跟舉重的啟動硬舉拉 技巧上是很類似還是完全不一樣 它其實是類似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的啟動跟舉重一樣先抬屁股的話 因為它的大重量不可以先抬屁股 它一定要Hold住屁股的力量 把槓鈴踩上來 有一個落差是在這裡 但是舉重的話 如果你直接用身體拉的話 你就很容易直接Hold 那我很好奇 像瓦鈴你會練 我們在練的那種相撲硬舉嗎 我不會 都不會 對啊 我們沒有怎麼接觸 翻就是直腿硬舉 像鞋子啊 你會穿著舉重鞋 還是一般平底鞋也可以 我比較偏好穿舉重鞋 所以那個重心也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舉重鞋 畢竟它的腳底板是比較硬的 對 它施力點會比較好一點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講一個很重要的輔助訓練 就是力猶地騎的硬舉 硬硬的 那我們就開始吧 尷尬的過場 接下來我們要馬上話不多說 直接進來 硬硬的硬舉 你不加綠色 你的不一樣顏色 我先拿綠色的 那邊 那邊 我來 這個 這個交給我 槓拚我OK 你確定你OK 叫那麼大聲 你也知道我60公斤閃到腰是不是 各位同學 我們有follow你 安全第一好不好 安全第一 要暖身的好 35公斤也會閃到腰 接下來要請晚音 這個你OK啦 OK 這個我們要請晚林示範硬舉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他跟建立硬舉 不一樣的一些微妙之處 我想特別請教微妙老師 來幫我們稍微解析一下 建立他可能是站的比較寬 靠近比較屬西部的位置 放下去力量就可以了 只要靠背部這杯 後來腳再踩 手再拖而已 舉重的話 他是放在核心肚子 一個是放在屬西這個位置比較多 因為你預備下去 他其實因為站寬 他是吃屬西部 還有背部的力量很多 那站窄了以後 他會吃後大腿 跟膝蓋的這個力量 前背跟腹肌的力量 因為舉重要加速拉起來 過膝才加速 啟動不能隨便加速 就連建立我也是認為 啟動不太適合用扯槓的方式 我發現還是有很多人喜歡用扯 但是你扯得快的話 那就又有機會 他速度上了 你跟著上就有機會 但是其實我喜歡要求穩定 我只要氣踩了 我一過就可以加速 但是就等於是說 有些人衝得很快 結果後勁無力 我喜歡穩紮穩打的方式 那個力量可以一層一層練得比較紮 像瞬間太快 第一個你腰容易拉傷 受傷率機率高 如果要練硬舉的話 不管是相撲式的 或者是這種傳統直腿的 一樣喔 安全第一要找教練 專業的教練 對是你的好夥伴好選擇 我想星晚您幫我稍微示範一下 因為我們會正反手 你們不會 不會 一樣用勾握嗎 對 對勾握 今天是寬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握寬的 但其實握窄的握寬的 我們做起來的方式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等於是寬的硬 我以為是這個不是 好不是這個寬 是手寬 好那我們來請舉重精靈 通常比較初學的話 我們會從硬舉走的話 那他是有基礎的人 他會直接就下去預備了 可是沒有基礎的人 我希望他直接蹲下去 人體最基本的一個動作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 台客就是比較這樣子 台客會半蹲 屁股收好 腰會收好 不會去做駝背的這件事情 我不會叫你蹲過低 我會叫你屁股撐著 對有沒有感覺 撐住你的膝蓋往下壓就好了 屁股不能掉 我最多就是壓你的懷關節跟膝蓋 就是屁股不掉 因為你是屬於腿長的人 你腿長的人還繼續往下做的話 你屁股就貓下去了 就大臉了 所以我寧可就是屁股要撐著 你膝蓋跟懷關節都可以壓到底 但是屁股就不要做到底 屁股一放掉你就會爬不起來 這個要覺得是一開始抓位置 還是已經要啟動了 他整體的啟動蹲下就是最基本的 你就先不用去管姿勢怎麼做 這樣子後來他就去摸槓了以後 他只要這個膝蓋保持住 把屁股一抬起來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肩膀跟這邊 是不是就直接很簡單的 就做到舉重的姿勢了 在啟鈴的時候 記得後腿抬起來 到膝蓋的時候腳放下去 腳放進去就可以了 好放進去站直就可以了 對 所以這個路徑上面啊 好像跟建立的路徑是一樣的嗎 因為建立路徑比較像是直上 他們其實會直接就抬起來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我個人 可能我膝蓋有微微的受傷 我就覺得這樣子的膝蓋吃力 會對我來講比較重 所以我會靠我的後大腿 先下去背一點點重量 我背完重量的時候我就帶進來 我的相撲硬舉 會比較取向舉重的方式 跟人家有一點點落差在這邊 我的麒麟很重 但是我一過就過了 我就很容易撐得住 這個硬舉的話 麒麟沒過就過不去了 因為它踩了很大的腿跟膝蓋的力量比較多 所以我會用背的比較多 我會踩在有一點臀位的位置來背它 過膝我才來加速 所以我不會一開始就做得比較低 我偷練一下 可以 我可能代表著很多人的錯誤是不是 它的那個抓寬就是我們上一集講的 就是抓在寬的位置 就是在 抓在恥骨的上方 嗯 寬度在恥骨的 如果你動作都不會的話 你完全都放輕鬆再下去 全部都放掉 膝蓋都往前壓 膝蓋也往前壓 你握好槓領我就幫你頂 好 這樣 記得 全部放下去的時候 你肩膀幫我超過你的膝蓋 對 好 屁股幫我撐著 撐住 撐著 好 你的預備姿勢就是這樣子 你有沒有覺得肚子比較輕鬆了 好 你腿幫我出力踩起來就好 腿一直踩 腳放進去 很好 感覺有沒有比較輕鬆一點 而不是用胸口再戴 你可能以前預備動作下去以後 你想要拉槓你 就會刮你的腳 你剛剛有沒有覺得你沒有刮你的腳 是耶 35公斤 你有測過你的硬舉最大的動量嗎 110 寬的嘛 對寬的就110 但是你挺舉不就1012 寬的話會比較輕一點 窄的咧 最好 然後是你的世界紀錄 你那時候硬舉拉多少 相撲大概拉195左右 快接近4倍自己重 我想要特別問 我自己的一個尊稱 我自己的一個尊稱 因為我們身體每一個關節的結構 我們放下來就會有一個S形狀 要這個感覺來走直線 槓領是直的 身體是S的 你看喔 你看我這個槓領是從頭到尾都是直的 但是身體是要戴S的 讓身體走直 他就先卡我的筋骨 是不是 所以我必須要先退嘛 是不是就跟那個跳舞的動作很像 只是我們在把這個S的形 越修越小而已 路徑就會越來越短 水蛇腰就是這樣子嗎 這個碗鈴的水蛇腰比較厲害 他可以示範一下 很多抖音喔 這是我之前跳過的 等一下 這是你在隔離的時候是不是 牙頂在隔離的時候 等一下 想看到 加入頻道會員 我們付費解鎖 為什麼特別要拆開 鍊這個地方 你要有負荷的能力增加了 你看 如果它是80公斤 如果它能夠突破到120 125 下去背這個80公斤 它是不是就輕鬆了 它是有更多的力量往上手 要有力量才能控制技術 所以我們就會在力量上面 多多著墨 在初學者 我喜歡先練硬舉 再來練主項 初學者一定要基礎走對了軌跡 練到主項才會對 因為他們本來基礎就好啦 但是他們因為專項要練 練的成績好 所以他們不能先練力量 先練完力量 他們再練主項就沒力了 但是基礎的人 他要先練軌跡對了 再練專項 銜接就會對 對於專業選手 先練主項 再來練力量 有道理 因為前面幾集你有提到說 那個軌跡很重要 這兩個動作 我們今天要講的 快硬舉跟膝位抓 剛好就把這個軌跡拆成兩段 對 抓舉的兩個 就是抓舉的前段跟後段 速度力量 對嘛 你那個笑容 所以初學者也是分開練 初學者我會讓他分開來 慢慢再做一個結合 嗯 因為他簡單 他只有往下放就可以做了 他就少掉這一個 這一段的S跟轉軸的力量 維琳老師幫我講一下 我們要注意的重點有哪幾個地方 下去的時候 千萬膝蓋不要躺在後面 所以我會叫他往下壓 照你起立蹲下 往下壓完以後 膝蓋就不動了 屁股把它抬高 好 把它抬高的時候 肩膀就會對到膝蓋這個位置 快啟動一抬的時候 後腿繼續往上抬 到膝蓋位置 膝蓋往下放 讓槓鈴往上走 如果直接往上拉的話 就會造成這邊有空洞 來 好 放 下坐 好 再做一個就好 踩就放了 放 很好 槓鈴就放進去的時候 槓鈴就自然回到身體的直線面了 好 可以放到地上 休息一下 槓鈴抓 很自然就是勾握了 習慣動作就要勾住了 但因為我們不勾的話 隨時到大重量 這一鬆就 就噴掉了 就噴掉了 就沒有安全感 對初學者來講 是前期可以練軌跡 對 已經技術純熟的話 就可以堆疊力量 文老師特別再加碼 多一個輔助訓練是 耸肩 翻應局 抓到這邊之後再耸肩 抓到接近發力點的時候 帶到耸肩的位置 到時候我們速度力量的時候會持續往上走 身體的動作不要走完 力量記得走完的時候 它就能瞬間發力到這個位置 瞬間再來帶耸肩 如果你把動作做完了以後 再耸肩那就擺出去了 我們會留了一點點角度 帶耸肩的位置 到時候做完全程的時候 它會在這邊的時候力量持續往上走 就剛剛好 一點點微彎帶耸肩的力量 它就是一個緩衝的力量 等到抓舉或者什麼的時候 它力量就會銜接上去 老師你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來 一樣全部放到底 放輕鬆 膝蓋壓好 肩膀跟等等一起 屁股一起來 跟在膝蓋位 對 很好 來 屁股走 好 上胸帶進去 好 一一點點微彎 腰放輕鬆挺胸很好 好 耸肩往這邊帶上去 你剛剛帶的聳肩是在肩膀往前 一點點往前了 嘎吱窩這個力量聳好 其實我們在預備的時候 掉的動作不會掉在肩膀上 你看我一掉在肩膀上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嘎吱窩是打開來的 我應該要把下背收好 嘎吱窩收好 因為我到時候接槓的時候 會接在這個位置 你不可能接在肩膀前面 你接在肩膀前面的話 它就會容易受傷 我一定要用背部經常支撐 用背部的力量比較大 而不是用肩膀的力量甩去前面接槓 或者是接了以後 放在這邊不下 所以有一點點是後面再拉上去 對 也不能往後拉 所以我叫你嘎吱窩往上提 嘎吱窩這邊往上提 跟這邊懸吊力量 再吊在前面拉的時候 不太一樣 對 對 非常好 有一點點力距不太一樣 所以是三下三下 三下三下 有時候三二啊 或是三三啊 看它的訓練量怎麼樣去安排 它應該的最大肌力的80%到85%下去做足速 因為它必須要練力量嘛 過多的話 90% 95%的話 它又會容易受傷 我可以練它的力量 也可以練它的次數肌耐力 那我會取決80%到85%這個範圍 太棒了 那我來請婉玲來幫我示範這個 嘎吱窩 這個叫做耸 後背 後背肌或者幾下肌的位置 走 回 好 要好耸肩 可以 耸 好 耸 它就會用這個力量來帶這個耸肩的位置 好 再來兩三個 用這邊來提 是最大肌力的下去80%的話 可以減少它的手指頭的磨損 要保護手指頭的原因 是因為它在抓舉停舉的時候 是不能用拉帶的 像有時候選手受傷啊 皮整個掀掉啦 我們都會盡量用拉帶來 保護它的手皮髒好 這一集的寬硬舉 是手寬的抓舉的硬舉 輔助訓練 不管是初階剛開始接觸舉重的 或者是進階 就像婉林一樣 東京奧運第10名 你也要練這個動作 如果你對舉重的硬舉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 然後我會請韋陰老師 跟婉林同學未來 再回到節目上面 跟大家分享更多 那我們就下集見囉 掰掰 噢噢噢 這麼快 像婉林一剛開始的時候 我幫她叼這個動作 大概就叼了一兩個禮拜 噢噢噢 一兩個禮拜啊 那你叼我 不就要叼個一兩個 又要噢 因為